。 焦点市民,翌龙之原基时间仍他见到翌龙老师傅 HELLO!大家好 师傅,他已经说了基本上这一个重点 不怕生卖命,最怕改错名 因为大家都会知道翌龙老师傅是姓名学 是非常有心得的 是專家 所以今集我們請教一下你 好 你的改名的東西 改作真是一世 是的 其實我以前也不相信 幾十年前 我覺得哪有這麼簡陋 這個世界 哪有這麼怡氣 哪有這麼怡氣 大家都有幾個名字 原來不是的 它真的有一定磁場影響力 經過了大量的驗證下 是證明是對的 就是我的師父 都已經驗證了超過一千個人 在自己手上去研究的 都是對的 所以我特別為大家找了一些名字 這些名字是較為差的名字 較為很難發達的名字 甚至乎 因為名字要配合姓 甚至乎姓 都是配在一起 是差的話 簡直是窮名 可以是窮足一世的 所以以下的名字 大家就要留意聽著 好啊 我們先講男士先 好 第一個男士先 這個名字是很普遍的 我認識幾個 我認識幾個 每個屆都是 是吧 即是呢 本身就是這些 是不容易賺錢的名字 配合姓氏不好的話 是窮的 我有一集說過這個名字 唱歌的張偉文 在那裡 明明好聽的 哇 音質很漂亮 很厚的 這個歌底 眼睛就 紅了 我就覺得 嗯 另外還有幾個 例如說 不知道有沒有朋友 聽過這個 不過這些名字 可能少些人叫 啟症 啊 師傅我想請問一下 如果這類的名字 是套入在公司 那是否那間公司 都是一般的 這樣 也未必 因為它公司很有趣 它公司真正的名字 是打橫牌的 是 打橫牌的 是 它的影響力是小一點的 哦 是的 因為我們呢 正式我們的名字 是打直牌的 嗯 因為我們股市本身都是這樣的 是 但是現在所有公司 都是用一些橫額去做的 嗯 很少這樣寫一個直的名字 是 所以呢 都有機會是會 會 難成功或者窮一些 是 你有沒有懂得這些公司 可以上網搜尋一下 我告訴你 我就是記得我曾經經過在 這個鑊角新田鼻街 就是有一間店 就是偉聞 是 他應該是做了些什麼 電器 維修之類的 是 希望他聽到名字 跟完之後 影片簡介有師傅 可以的 好 跟著 第三個 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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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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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是的 Silk 國銀 如果你本身在看這個節目的就要留意著 上面會不會有指標名 沒錯,在影片簡介,就跟師傅聯絡方法有不明 不妨可以請假進去 同時在影片簡介下面的評論區 如果各位有疑問或不幸 你的名字就在這裡,可以舉手 我登完之後,請大勇師傅 是,答了重海 跟著 德歡 張 大家一定要看到最後 嗯 因為其實我寫這些名字 張廣 是不是 不只是這些名字 還有下一著的 是不是類似要得到北華都可能是另一種呢 是 沒錯 啊,你真聰明 原來根本就是 你類似,即你的北華寫出來都是這個北華的話 都會進伏的 哦 就是說如果你的名字 你未必是叫偉民 可能是叫偉靜 或者叫偉徽 偉諾 偉永 偉立 偉賢 偉藝偉海 偉寬 偉德偉豐 都中房 是 一樣是屬於藍吻式的名字 是 總之你把上面的名字 所有的 配在下面所有的 你照配下去 看看自己會不會是這個名字 是 如果是這個名字 你看看自己是不是較為強差人意 嗯 這個是一個名字的影響磁場的力量 是 這個呢 是 這個聖明學 是我的師父 在行禅打坐之中 其實是上天教他的 嗯 所以呢 經過很長時間 現在都差不多有十年的時間去驗證 所以是 非常之準確 那當然這個不是純粹想出來那麼簡單 其實這個是屬於我們中國的何圖數 因為我們中度有分何圖和樂書兩樣的 那坊間的樂書數呢 我都有用的 但是這個何圖數是最重要的 那你自己對一對 有沒有這個名字 這個是最差的 男士最差的首選的最差 師父 在我的認知 很坦白說 偉聞我認識 是 大學應該有三個 是 然後 孟輝有一個 是 康永有一個 是 國藝好像都有 我記得 希望無記錯 是 是 國藝都有 是 希望 他們自己如果 這麼巧看到這條 影片 或者當我發了給你們 看到的時候 都是那句 影片簡介 有師父的聯絡方法 首先這個 難找食 如果你說真的 配合性 可以是很窮的 即性是有加減的 但起碼這個 已經是難找食 那說完男的 你說女的好嗎 好啊 如果師父 男的就是難找食女的 是不是就是難找老公呢 其實女的都不是說男人 這個主要 這個看法 都是男人食 對於淺癮方面 當然我熱不曬的 有很多的 那我就盡量熱出來 給大家去參考 是 例如女的 有軟移 其實這些上次寫過 不過 因為不知為什麼上次那集 沒什麼人看 是 是 很奇怪 有很多人都看不到 是 因為youtube沒有幫忙推 沒錯 那采 華 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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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好厲害 不過那個華 就是木字邊 我記得 所以原來有分別 是 那 好了 好厲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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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過來就不可以 如果叫做 周慰敏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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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要改寶寶女的名字 你不要改寶慧 你要改寶慧 是 如果要喜歡這兩個字的話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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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熟閑 熟閑 熟閑 這個通街 對 一個招牌跌下來 都折襲到幾個 是 是 是 就是 有時候這些 很無奈 是 他真的有這個影響力 雪形 也很多 雪形 很多 其實大家在這裏看 看看名字 有很多都很漂亮 是 其實有很多人 如果想說一些漂亮的名字 就不用找我 是 你只需要在網上打 女生名字 男生名字 有很多漂亮的名字 是 很優美的 是 雪形 飄雪 是 是 海桃 是 挺漂亮的 你都找得到 但是漂亮的名字 不代表是會令它環境好的名字 是 所以兩個世界千萬不要搞錯 你只熟閒都已經 很正 是啊 也很正 是啊 所以這些都是很麻煩 畜考 我大約是想到這些 文獄 熟錦 但這些都是什么少人要的 綠蟬 可能再等一倍 是 上一倍那些 reuse 不是那個例子,那個禪就很少人叫的,因為禪也不好 四季都過不了就死了,所以這些都不是好名,萬玉也不好 不是吧,張萬玉,我相信有些觀眾一定會叫你,師傅 不是吧,張萬玉是甚麼來的? 沒有辦法,因為可能命是有一條數影響的 他的命本身可能是很好,但命其實是扣分扣得很重要 令到他在賺錢方面減弱了很多 因為我主要是賺錢,會不會這樣呢? 不過張萬玉是否其實不是很喜歡賺錢的靈魯? 他好像退出江湖一樣 他絕對是 就是那個名的靈動力影響他,事金錢如糞土 我不想賺那麼多錢,我夠錢就夠了 這樣也有機會 就是這樣,所以萬玉本身的名字很漂亮 不過在賺錢方面是弱的 是 向海,沒有個男字 是 是 安娜 原來安娜都不行 我們好像以前有個歌手叫甚麼安娜 好像都不是很懷念 就是爆不起,爆得不太厲害 是 所以這些名字都是較為嚴重一點 我寫出來 其實還有一些是次級嚴重的 不過不夠時間說 是 將來有沒有機會再跟大家分享 好啊 這些名字也是 譬如你不是叫懸兒 是叫懸華 懸慧 懸咸 懸家 懸盈 懸下 懸肉 懸巾 懸殘 懸可 懸男 都中伏的 全部上下 你照將它給就可以了 哦 是的 那條數不是很大嗎 不就是懸野機會很高 根本就是 所以其實上天給我們一個機會 我們去認識這個 其實我覺得是菩薩的慈悲 嗯 就是讓我們有機會可以 嘗試逃避一下 改一下 嗯 因為現在的環境實在太過惡劣 是吧 這個世界太過難允實 是吧 就是把不好的盡量撕走它 嗯 所以今集就特意去 分享一下這個 讓大家如果有小朋友出生的那些 避開一點點命 大家抄下它 嗯 這樣吧 OK 那下一集 我們再請教逆龍師傅其餘的 懸殼風水上問題 哦 好啊 拜拜 朝點視頻 逆龍之元機的時間 仍幫我見到逆龍師傅 哈囉大家好 師傅 上一集我們講完聖明學 有興趣的觀眾 可以去上一集 聽一聽一下究竟 有些什麼名字 千萬千萬不能改的 嗯 特別是你的子女 如果你幫她改了這樣的名字 真是 一生的了 害了她的一世 OK 影片簡介下面 有一個評論區 如果觀眾有任何的疑問 或者是建議 想師傅 可以講一講不同的 topic 都可以在樓下說一聲 好 好 今集我們講電話號碼 是 大家都知道 九雲將會到 甚至乎 坊間的說法 就是九雲已經到 嗯嗯 究竟在九雲到的時候 電話號碼 又需要怎樣去注意呢 是 這一個 都很重要的 都可以分享給大家 首先來講 其實在我們中國圓學 就分開有 三圓九雲的 我們看到 這個 三 圓 九雲 分開上圓 中圓 和下圓 原來上圓 就是一 二 三雲 中圓 就是四 五 六雲 五 下圓 是七 八 九雲 我們現在來說 都還在走八雲 是的 但是很快我們會轉入九雲 因為 圓運 是會不斷地循環的 九雲 會不斷地循環 現在是八雲 九雲 原來 我們分開了 一般的計法 分開上圓 就是一 二 三 四 就是當旺 下圓 就是這個 六 七 八 九 這四個是當旺 所以 可能大家 都聽到其他師傅說 你最好選個電話號碼 就是選八字尾 為什麼呢 因為現在我們正在走下圓八雲 所以師傅說 你選八字尾 就是家圓 好一點 我也同意 因為這些都是屬於當運的號碼 我們當然要當時得令 吃菜也要買當時得令的菜 所以一定要當時得令 如果再過幾年就九雲 九雲 嗯 九雲 我們就開始 就要 是 最好 能夠 電話號碼 都用回九 尾號 較為是好些 當然 這個是 沒有去計算一個人的八字 配行情況之下 即是說你沒有找任何師傅去計算 究竟你應該用什麼 你就說 喂 我就想好些 又不想找師傅去計算 那 因為 是 所以 選個九號碼 因為他當王 我們最重要是 走個運 較為王好 好的 其實真正來說 如果在下緣來說 六七八九 其實這幾個都較為好的 嗯 但如果你說最好 當然是 未來就是九最好 嗯 你說如果是 電話號碼 在九雲來說 有什麼要避忌呢 我們可以看看 這樣 一個運是二十年 所以說漏了 可以轉換號碼的話 其實是有二十年 其實不是的 你如果找我們改號碼 永久一世 嗯 很多好的feedback 嗯 那 如果九雲 我們的五行是什麼呢 九雲的五行原來是火 是 原來是火的時候 我們最怕是什麼呢 我們最怕呢 就是叫做 火 鹽 土 醋 火鹽 吐醋 所以 剛才說 選狗 尾 是最好 是吧 是 但原來在電話號碼裡面 什麼尾的號碼呢 在狗運是最害怕的 就是狗運是最差的 原來有兩個號碼 第一個是五 第二個是二 因為二五的五行都是屬土 尾數就不可以是這兩個號碼 是的 因為這個尾數是屬土 這種仍是燥土 我們叫做 燥土 如果在狗運的時候 它就會是 身旺了二和五 即二五的力量就會較為強大 但這個當然是無形的 肉眼是看不到的 即是在二五的時候 二五這些號碼呢 狗運強大 所以其實有很多人說 八運的時候 見到五仔二仔 是很害怕的 平時都很害怕的 其實我告訴你 在八運的時候 其實見到二仔五仔 都是有減弱了二仔五仔的威力 是 反而九運的時候 就會加強了二仔五仔的威力 所以你的電話號碼 最後這個數字是九的話 就很容易加強了這個火炎吐燥 原來火炎吐燥在八詞裡面 我曾經說過很多刺激 在這些片段 有些朋友我未看過 原來我們八詞有癌症數 是有幾個特徵的 是 第一個特徵就是火炎吐燥 即是說 原來九五這些加起來 或者二 是很容易會有腫瘤 有癌症的產生 所以在九運的時候 你最好避開 不要用那麼多九號碼 即是 我講的是 當旺是九 但太多其實都是一個問題 是 如果有很多 你還要加上其他號碼 是二、五 這樣 如果是這樣的情況 這些是屬於火炎吐燥的電話號碼 在這樣的情況下 這些是危險性很大的 所以大家一定要避開 在九運的時候 不要用這些 五、二、這些 還要加上很多九 這樣下去 所以 如果九就這麼多 當運是不會很大的問題 如果你是 一加二、五、一多 這個就會產生胸 所以我們要避兇 最好盡量不選二和五 就是這樣 即是九運就要特別注意的號碼 是二和五這兩個數字 我就是這樣看的 師傅 但我想請教 有時它不一定是連著的 即是 例如五 它又不會連著的 它可能是頭尾、中間 你也知道 有些人可能喜歡順口 是 那是否又不行呢 如果它太多這些數字 就算它分開都不行 是 譬如它這樣分開都不行 很多人都喜歡順口 是 是 總之 這三個數字 二、五、九 一多的話 就算它分開了 盡量都不要選 因為它的名單有很多電話 給你選 你又不要選這些號碼 師傅 老實 艾碼號碼 很容易改,很容易選 很容易開新的 但是你知道有時 一些公司的固網電話 是 它就是被獲派的那個號碼 它都不想的 那怎麼可以解決到呢 公司的號碼 首先 以公司為主 就是影響在公司裏面的熱步 不是影響公司裏面的人事的關係 就是 對公司的人的健康影響 是較為小的 反而電話號碼 即是手提電話號碼 對人的健康或財運影響 是非常十分大的 因為為什麼 很簡單 我舉個例子 當這個電話號碼 好嗎 這個電話號碼 7個號碼 當是這樣 8個號碼 當你打一個電話號碼的時候 你是打9952 599 找不到你 找不到 找到 你還是要打9 才找到你 但如果一個電話 我想找你 我打9952 5998 找不到你 找不到 找不到 7都找不到 6找不到 其他一致到力都找不到 除了9找到你 是 即是這個號碼 最後就是代表你 是 是 是不是跟你掛了歐 沒錯 contact了 大家已經聯繫了 所以這個號碼 是很重要的 這個就是為什麼 後面的號碼很重要 因為你打奇架的 123456780 都找不到你的 所以這個號碼 對你來說是最重要的 所以一定要很小心 所以為什麼9混 我們可以改個9字號碼 理論上可以較為 成島到黃西 如果改不到9的不要緊 那一個白的也沒有 是 是 因為火生肚 師傅 你說火生肚 火炎肚醋 是嗎 會種腹的 是 但不同 白不是醋肚 白是濕的肚 白是濕的肚 所以不怕火來生它 是 會生或者黃它 抱歉 如果肚太濕 就慷了效的 好一點 嗯 然後避遠了 好時間應該會更好 是的 所以 所以同样熟土的五行其实是有分别的 你不要看出一个号码 一个号码里面所包含的信息多到很多 其实是说不完给你听那么多 所以我为什么在过往几集 我都不介意说关于这些秘密出来呢 因为后面还有很多的秘密 今后学的学生会知道 其他都不可以尽目不可以认识 今集相当之有趣 大家记得在电话号码上面有任何的移民 都可以醒教育童师傅或者留意一下 下一集我们再醒教育童师傅 多谢 拜拜